还记得我们之前讲到我们在训练what to VAC 的时候 有可能训练的传统其实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其实是要算 over 所有的词文里面的那些数值 因为呢我们希望把我们neighbor那些字几率拉高 但是不是我们neighbor的字全部都要降低 可是呢这样其实是很没有效率的 那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叫做negative sampling 那这个其实是现在各式各样的类型 embedding training的方式 其实都会apply上去的 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讲negative sampling 那首先其实是有另外一种方法叫做hierakular softmax的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它是怎么做的 它的方法是原本我们现在要上 我们要下降的数量可能是有大N个 所以我们现在希望能够减少需要被update的那一些 所以原本呢是大N个 现在我们利用一个tree的结构 我们原本是不是这大N个人 所有的人都要去被update 但现在我们只要去update它的这个pairs的数值就好了 因为我们只要把这个tree建起来 我们只要根据这个tree上面的数值的update 所以我们就可以实际上去update到里面每一个node它的资讯 所以概念上有点像是这样子 我们就可以减少我们的computation effort 从big on变成是big on的logn 因为我们如果建一个balance的tree 我们的那个tree的这个高度其实就是logn 那实际上最常用的方法其实叫做next sampling 而且它的方法其实也更简单 怎么做呢我们原本的los function 是不是前面会有一个我们希望能够maximize的这个几率 后面有我们要minimize的几率 这要怎么看呢 概念上来讲其实就是 这是我们的target word vector 我们希望能够maximize 真的是我那些context的这些字它的几率 所以它跟我自己相成它的几率要大 但是什么东西要小 后面这个东西要小 就是不是我context的那一些字 它跟我相成之后的几率要尽量的小 那不是我的context word 是不是就原本有可能是所有的其他 不是你的context的那一些字 所以所有vocable里面的数字 所有的字都必须被考虑进去 可是现在我只要限制我的一个negative的set 就你只能从我这个negative的set里面去update我的model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处理 就是我原本这边是wj属于大v 现在我是只有一个小sand 比如说我可以设定这个sand 只有30个字 那random sample30个字 那这30个字就是我要下降几率的那30个字 那剩下是我neighbor的那些我要上升 那我在大量多次的圈顶过程中 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几率被我sample到 变成是负的example 所以说原本我你在update这一个 这个是updatew.com 这个是updatew 在updatew的时候原本的这一项 是不是我要看所有的wj属于整个vocabulary的那些人 那现在我只需要看被我negative sample出来这个set 以及是我的neighbor那些人 因为我现在还是要做变成是一个几率分布 只是我现在不考虑整个output vocabulary 我现在只考虑一小个set 这个set包含了真的是我neighbor的人 以及我sample出的那些negative的人 所以这个小set当成是我实际上原本的total output 然后我在上面算几率分布 然后让他去update我的model 所以我们在update的过程中 因为我每一次的negative的example 数量都变少了 每一次update的数的资讯也变少了 我们就可以更有效率的训练到 因为我们假设说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几率被sample成negative的 所以所有的word 在整个document里面的所有的word 都会有同样的几率会被update到 所以这边最重要的概念就是这里 我们要把wi原本是把所有的 cable里面的数都要拿进来考虑 现在我们只考虑我的context 以及我negative的sample出来的那一个sample就好 所以在做negative sample 其实有很多种sample的方式 刚刚说到最简单的就是random sample 就是我愿意从这里面这个set 挑选出任意一个字当成我的wj 或者是我的wj 其实是从一个几率分布里面sample出来的 因为这是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见出来的这个negative set 以及我的neighbor 所以这全部是我现在这个时间点 要考虑的对象 那我的sample的方式 我train的sample 其实我们是应该要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每一个人 在这个set里面被sample的几率是一样的 可是其实你有让他有不同的sample到几率 可能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为什么呢 如果我们调整每一个字有不同的几率会被sample到 怎么样的几率分布会比较好 因为我们希望有一些字它比较容易被sample到 有一些字可能比较不容易被sample到 那要怎么调整这个资讯呢 概念上很简单就是 比较不常出现的那些字 它们应该要比它们出现的这个频率更常被sample到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是一个非常长出现的字 那你本来在这个data里面的distribution 你本来就很容易被sample到了 所以就算你全部random sample 我sample到你的几率还是比较高 所以但是那些很不常被sample到几率的字 很不常出现那些字 它被sample到几率会很低嘛 而且因为它很不常出现 所以它的imbedding 学的也可能会更不好 因为它出现次数少 那你出现多 你比较可能很快的被sample到 而且因为你有不同的context 你比较容易卷得好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上升那些 比较不常出现的那些字 那怎么做呢 在实验上面 Meglov他发现一个很有趣的数字 叫做四分之三 这个其实是实验上面测出来的 其实没有什么理论的基础 这个四分之三是什么 就是我现在要设定这个几率分布 每一个字要被sample出来的这个几率分布 我们设定的方式就是 这一个字原本出现的这个distribute 的frequency 它normalize之后的结果就是 比如说这个字出现0.9 有0.9的几率会出现 这个是0.09 那这个是0.01 那我们会把这些出现的frequency 变成是四分之三的次方 去修改它的几率分布 所以呢 as这个字原本0.9就会变成0.92 第二个字就会变成0.16 第三个字就会变成0.032 那这样子 是不是就比较符合我们刚刚所想的 虽然最常出现这个字它的几率也是上升的 没错 可是你越不常出现的这些字 原本它只有1%的几率会被sample到 现在它就变成是原本的三倍 但这边的上升的比例其实是 是原小于下面这个不常出现的字的 所以等于是我是用一个非线性的方式去调整 它们应该被sample到几率 然后还是让total是一个几率分布 所以现在我们要做update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一次就要random sample一个negative出来 也不是random sample 或者是从几率的distribution里面sample出来 让它发现我们只要apply这一个四分之三 这样子的几率分布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model的performance变得更好